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一大师致力于南山律宗的复兴 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除了在律学上有极深的造诣外 作为印光大师唯一的出家弟子 红一大师对净土也是倾心有加 不仅自己以净土为归宿 还时常劝人念佛 以下四则故事是红一大师1935年3月 于厦门河山万寿岩 为大众所讲之真实事例 以此证明念佛所获现实利益 真实不虚 劝请大众常念 弥陀佛名 故事一 念佛重见光明 红一大师与浙江嘉兴的泛古农居士是好友 初出家时 曾应邀前往其创建的嘉兴佛学研究会小柱 共研佛法 一天 范古农去拜访他的朋友戴君 发现 昔日乐观开朗的朋友 变得意欲不乐 戴二人坐下后 范古农问道 几日不见 为何这般模样 不知何因 竟突然 双目失灭 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 君凶现在 唯有一心专念 那么阿弥陀佛 祈求佛力加持 或有奇迹发生 在范古农的陪同下 带君来到了平湖的报本寺 就这样 带君在寺院中 日夜不间断地专称念着 拿博阿弥陀佛 一直念了一年多的时间 突然有一天 带君闭目念完佛后 睁开眼睛 看到清晨一缕阳光 照进了屋内 后来 带君双眼复明的势力 被当地人传为一段佳话 妇如皆知 许多人都因此 信佛 念佛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